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在这里面说中医是个人看病的一种学问的话 那我要说风水就是给房子看病的一种学问 怎么去给房子看病 房子有什么问题吗 房子的先天缺陷 是一种并不是说房子像人一样 今天有感冒 明天没感冒不是这样 而是房子本身的先天缺陷 比如说有的我放床 床边上就是窗户 这种又没有阳光 那当然它就有本身的缺陷 那学好了这些易经的基础知识呢 会让我们更准确的去分析 去解决房间的基本缺陷 谈一下五行的本身的属性 金本身的属性 金并不是代表某种金属 而是代表很多跟金属性一样的所有事物 甚至于物质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水龙头 它肯定是金属做的 那这种我们归纳为金 坚硬的 我们家里面的一把水火刀也是金属做的 也可以把它归纳为金的范畴 比如说我们的吊灯 是铸铁的 或者是水晶的 铜的 其实我们在这里都把它归纳在这种金的范畴之内 金的本性就是从格 格是革命的格 那在这里面呢 它这个能柔能刚 是金本身的属性 我们了解它本身的属性以后呢 其实在判断 这个物质属于五行当中的 什么状态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本性 能柔能刚 我们大家可以看啊 一个器物在手里面 很随意的去把它弯曲 还可以把它什么 延伸伸直 这是金的本身属性 而通常这种属性呢 它在受光的时候啊 最亮点会变成纯白色 最暗的点会变成纯黑色 如果这个在座的朋友 可能如果分不清的话 可以通过这一个小的属性去认为 这种物质是不是金属 如果不是金属 在这个五行当中 是不是分到这个属金 这个范畴之内呢 木本身的属性 大家可以去了解 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用的最多的材料 也都是木 因为东方嘛 我们东方是木文化 远古期间盖房子都是木头 不像西方 西方是石文化 很多盖房子的基础 就是用什么 用石头 累积起来 比如说一些教堂 东方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北京 有很多古建筑 比如说故宫 包括这个 颐和园里面的 佛香阁 都是原有的木材 去建造的 那现在我们的家居室的设计当中 也缺少不了木材 木的本性 我们更应该也要了解了 木本身的属性 就是能屈能伸 木如果纳水之气 就是说木如果有水 是声望它 它会生长 木本身的属性 木的属性 伸茫 把它GG起来